各位弟兄姐们平安 我们今天要为各位查考的经文是从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七节一直到三十一节 题目是神已经定了审判的日子 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七节 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 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 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 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 我们也是他所生的 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 向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 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 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 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 要借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 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 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 就有机翘的他说 又有人说 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 于是保罗从他们当中出去了 但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 其中有雅列巴古的官 丢尼修 变一个妇人名叫大马里 还有别人一同信从 在这里保罗告诉人们 神不但是照我们的神 而且也是和我们有关系的 首先让我们能够寻求神 这在上一篇当中已经讲过了 我们作为人有能力寻求那看不见的神 虽然看不见 但是他离我们并不远 可以靠着揣摩他所造的万事万物 而能够知道神 甚至我们可以看我们人类自身的生活 动作存留 就可以揣摩神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里面有神的形象样式 虽然经过罪的败坏 但是那形象样式还有残留的 我们可以从自身的深处找到神所留给我们的灵性 而诗人更说出我们是神所生的 我们是神所生的 所以我们不应该认神的神性 是可以用金子银子或者是石头打造的像 可以表达的 这就好像是自己所生的孩子不认爸爸 却要找一个和自己完全无竿 又不相像的石头 叫他做爸爸 这是极为让神极非常难过的事情 然而人也做了 保罗说到目前为止 神因为顾及世人 还是在蒙昧无知的时候 神并不见察 也就是说神对这些行为 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 并没有说因此就刑罚 除了以色列人以外的外邦人 为何是如此呢 因为以色列人是已经获得启示的 不可以再说是蒙昧无知的 所以保罗只说神是对外邦人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是这样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并不是永久的 如今神已经吩咐 各处的人都要悔改 不再只是吩咐以色列人如此做 保罗如今也是将这讯息 传给全世界的人 要世人都要悔改 我们如今听了福音 是开始和神有份没有错 但是也要知道 我们不能再用蒙昧无知作为借口 而离异不行了 保罗又说神已经定了日子 这里说要借他所设立的人 按公义审判天下 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 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 这是说已经设了一个人 要带他按照神的公义来审判天下 那么这个人会是谁呢 这个人有一个凭据 就是他是从死里复活的 这是一个神给万人都可信的凭据 所以这个人会是谁呢 我们当然就知道 那就是耶稣基督 这世上还有谁是死透了以后 再从死里复活的呢 我们虽然听过 有一些曾经进入假死状态的人 后来又活过来了 但是真正死了又复活了又有谁呢 拉撒路死了四天才复活 但那也是耶稣基督叫他复活的 并且谁又有资格来审判天下世人呢 我们知道罪人并没有资格审判无罪的人 如果审判者自己都犯罪了 那么他又如何能够审判世人呢 所以这个天下别无他人 只有耶稣基督有资格来做这个审判者 然而讲完了这些话之后 是不是人都信了呢 我们看到这里写的并不是如此 有许多人计较保罗 虽然说他们不信 但是不信并不表示就可以逃过审判 神已经借着保罗将启示也给他们这些人了 他们不能再说自己是蒙寐无知的 这些人听也听过 在审判的时候 还要再加上一个不信的罪 但是也有人信的 包括牙略八谷的官丢尼修 以及其他人 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愿上帝赐福给你们 阿们 我们在这些人 谀ично 在这些人 阁谀 我们棒啊